這個weekday部分的話呢當然 回傳回來是星期幾 那特別注意就是 那你可以插個函數 日期時間裡面的叫weekday 那你可以抓到這個weekday之後的話 給他一個日期 那return type 我是建議你不要改 因為如果你一改的話順序就亂掉了 但你只要記得weekday的觀念 跟 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是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他們的概念是 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是禮拜 天 那我們可能有些人會認為是禮拜一 所以如果說return回來的假設是五的話 有沒有像這個五 那實際上五的話基本上呢 你不是直覺就看星期五 不是 一個禮拜第一天是星期天 所以 這個應該是禮拜四 OK 那你也可以做格式化 你可以把它格式化 那如果你沒有格式化的話 裡面基本上存的 就是 數字 OK 那你有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那我比較不建議你去修改後面 那你 return type這邊 你可以 假設他這邊說 預設的話是 就是 我剛剛講的美國人那邊 如果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如果使用一的話 那 這個是預設的 如果你改成二的話 表示 星期一是一 星期天是七 我很忙比較接近這個 可是問題你改了這個之後的話 你再加上格式 最後就錯了 為什麼 因為 他還是會看那個數字 你return回來結果 可是問題是格式沒有相對應 OK 所以很容易出錯啦 我是比較建議這個是 不要去改他 用預設的 那你就知道說 這個是美國人的觀念 反正我們就照他的來做就可以 所以 這地方 知道一下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就後面的綜合練習題 我們會需要做出年曆 那年曆之後 禮拜六禮拜天 要用不同的顏色格式化 當然你 不可能傻傻的一個一個 五十二週 慢慢去 填顏色 所以你需要用一些 公式 去讓他改變他的格式 那改變格式的話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所謂的 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有一個叫新增規則 這個規則裡面有一個叫使用公式來決定 那公式其實你可以用 Excel裡面的函數 那函數當然就用weekday 就可以 讓他判斷 如果他禮拜 天 那你給一個 有沒有 這個是條件 那下面是格式 OK 所以這個等一下會再提到有關那個weekday 再來有關networkday 跟workday 這兩個是算公式 那這兩者有什麼差別呢 一個是最後回來是多少天 所以你必須給他什麼 給他 就是兩個日期 哪一天到哪一天 另外的話呢 workday 是 哪一 最後回來是 哪一天 所以你必須給他 從哪一天開始 多少天之後 他會告訴你 OK 哪一天才是你那個 最後的那一天 那 這個地方的話怎麼做 基本上他的概念是這樣的 就是 第一個 插入一個函數 我們用那個 就是 也是日 日期 時間這個地方 networkday 那特別注意 他的概念 第一個 star day 第二個 end day 第三個holiday 特別注意 他的概念是這樣的 第一個 他會自動幫你 扣掉 禮拜六 禮拜天 也就是說 反正禮拜六 禮拜天都算假日 對 就是不上班的 OK所以如果你要計算 你禮拜六 禮拜天不上班的 再來所謂的holiday 就是說 一般指的是 國定假日 好 或者是說 你們公司的放假日 那這個當然 有你自己定 你可以把它 放在一個 像這邊 我這邊有一個範圍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把它當成是一個範圍 把它選 選進來 不過特別注意 這邊有個技巧 如果 那個假日本身 已經是禮拜六 禮拜天 你就不要列進來了 因為已經禮拜六 禮拜天 他本來就扣掉 你放進來 沒有意義 除非 他要補假 可是補假 當然你 也是 那個日期 也不是在禮拜六 禮拜天 你才要放進來 另外還有說 不一定是國定假的 可能是你們公司的 放假 那天不上班 你也要把它加進來 OK 那加進來之後 他會把你扣掉 扣掉之後呢 他會幫你算出來 總共多少天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個是最後的總公時 最後的時間 是哪一 是多少天 那Workday呢 他的概念差不多 可是回來的是 哪一天 所以這個地方 算公時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好 那最後就是 有關那個綜合練習題 第一個 請你產生 每個月的第一天 那每個月的第一天 要怎麼產生 最簡單的方法嗎 用Eday就好了 有沒有 按確定 哪一天 這一天 相差 幾個月 一個月嘛 1月1號 跟 2月1號 剛好就相差一個月嘛 2月1號跟 3月1號 也是相差一個月嘛 對不對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OK 那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那A 會變成 B 對不對 就剛好參考到 有沒有 又參考 剛好又相差一個月 所以 你向右填滿之後的話 他就會幫你自動 產生每個月 的第一天了 好 那為什麼要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因為呢 我們要產生底下的這個日期 那這個日期 完全年 年曆 而且我希望 向下 向右 做一次喔 不是說你做 12次慢慢來 你做一次就要全部完成了 那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當然 等於什麼 等於 上面這個日期 再怎麼樣 加一天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裡面就數字嘛 加一天不就下一天嗎 那加的過程當中 他也會幫你把上面的格式 順便複製下來 所以你按打勾之後 他怎樣 變1月2號 格式也下來了 OK 那所以呢 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到32吧 OK 有沒有 但是在 1月沒有問題啦 因為1月剛好31天 可是2月問題就比較大了 哪個問題呢 這個問題 有沒有 這個東西不應該出現啦 可是他卻出現 那怎麼辦呢 最快的方法要怎麼辦呢 其實 怎麼把它快速消掉呢 其實有同學就想說 這樣子最快 是不是 不過我們這題不像你這樣 變成你每個拉過去 啊不是慢慢慢慢刪 那其實 沒有意義啦 主要是 我現在要向下向右 一次就完成了 所以你怎麼辦呢 所以這裡的話 你需要做一點事 什麼事 判斷 兩個月份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要用什麼 曼時函數 用曼時函數來判斷 如果 這個曼時 我們用曼時 來開頭 然後 A2 指的是他上面那個 輸出人格 如果 等於 或不等於 我用不等於 我習慣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 那就是刪掉 那等於的話就輸出 所以 如果 這個 假如是曼時 A2 跟曼時加了1之後 如果不相等的話 那我就把它 清掉 反之呢 那我就輸出什麼 A2 加1 就剛剛輸出的東西嘛 這個邏輯應該可以理解吧 OK 就是用曼時去判斷 兩個月份到底相不相同 好按確定 曼時 這個加錯了 這個應該放在哪裡呢 這個應該放在後面才對 所以 這邊 A2 看一下 這個地方 插入函數一下 曼時 A2 A2加1 是不是應該是放在 A2 應該加1 對 沒錯啦 可能是剛剛那個東西影響 就前面可能多一個東西 OK 按確定 沒錯 好 向下 這個邏輯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 A2加了一天之後 兩個曼時比對啦 反正就是看是不是同個月就對了 向下填滿 這個應該沒錯 向右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 2月29 3月1號不見了 可是3月2號出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 他抓了上個月份的 空白 所以他的曼時 你給空白判 Value錯誤 你給我不應該給的值 那怎麼辦 所以如果說將來 如果遇到Value錯誤的話 你要把它過濾掉 那就好了 所以最後怎樣 你再把這個公式 如果你要過濾Value 很簡單 把這個減下來之後 插入一個邏輯 ifl ifl是 將來如果有一堆什麼 緊納的 available 或者什麼一堆的錯誤 你都可以把它過濾掉 那過濾的方法就是說 Value 指的是什麼呢 你剛剛的公式 如果有錯誤的話呢 那就過濾成 沒有東西 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 好 向下 向右 放開 過濾掉了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向右整個填滿 到那個L欄 放開 一整年的年曆 就 產生了 OK 所以基本上 最重要的 大概 第一個 這個是 E-Date 這個是 E-V-R-O-O-G 我想關鍵在這裡 就是 如果兩個不相等的話 慢死 然後最後再用 ifl 去過濾 就完成了 OK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基本上呢 這些 都是 還好 基本上好像 算 之前有用過的函數 只是說要把這些函數 全部湊在一起 產生你要 對的結果 但也不太容易 試一下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也許還有那個 格式的部分 格式可以再把它改成 禮拜六 禮拜天 給不同的顏色 齁 好